蒋敬夫家暴事件被女友揭发后,他以前老是男人,的人设瞬间崩塌了,摔得粉碎,想捡也捡不起来了。 虽然蒋敬夫朋友帮忙起白,但是却起到了反作用。 不少网友讽刺说,就算喜也不能这么着急吧,蒋敬夫道歉的微博居然有42万人点赞,点赞的人基本上都是台铁打粉丝吧,连家宝都能容忍,因被蒋敬夫粉丝筹码,迫于娱乐压力,蒋敬夫女友INS账号删除了受伤照片。 不过11月21号又开始更新了,11月21号深夜,孟博主率先爆料趁蒋敬夫女友又发INS了,说蒋敬夫只是在微博道歉,没有联系自己。 蒋敬夫朋友曾透露,女友是假怀孕,而女友说,自己是被他踢到流产的。 女友说,蒋敬夫把他手机里朋友、家人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,怎么可能和其他男人有不正当关系? 最后劝他早点自首,下图是蒋敬夫女友的高清净照,脸上淤清基本上不见了,看来恢复得很快。 X蒋敬夫女友说,我根本不想发布被你时报的信息,这样一来,你终于有所行动了,真想到且就不是发微博。 而是直接跟我道歉,你都藏了一个月了。 女友还声讨说,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蒋敬夫的,是真怀孕了,后来被蒋敬夫用脚踢掉了,所以才流产。 蒋敬夫女友还表示,自己的手机被蒋敬夫控制,通讯录中朋友和家人号码都被蒋敬夫删除了,还直接否认自己和别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。 最后警告蒋敬夫早点去自首,别翻步不实信息。 至光群众议论说,蒋敬夫别的不说下手真的挺重,别的不站队,看日清都不敢想多重的拳头呀。 不知道为什么,不站蒋敬夫之队,女子本人,祝你早日找到打你组合圈的男友,这连打成这样了,真吓得去手啊,不应该付医院的流产证明吗? 打人不对。 但这个女孩子,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人,解决的方式不对。 就算女方有错,打人就过分了,中文真有,是她自己罚的吗? 既然声称自己流产了,最好是把医院流产证明下出来,这样才是真正敌实权证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人嘴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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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い